200元 好,我放了這些 你看我賣魚,我就放了這些 戴著那條240元 看了先 戴著,可以 我擔心酒櫃 我交酒樓,這些盲酒樓收不到 我就來這裡賣 張君澳這個路邊魚檔 當主不停地擔擔抬台 賣海鮮,生意長旺 但這個魚檔早在去年10月 已經被人踢爆無牌經營 當時更加被食環處充公大量活魚 近日當主又再出來擺檔 究竟海鮮在哪裏 記者連日直擊當主行蹤 發現貨車首先會到茶果嶺的水產店 和觀塘魚類批發市場拿海鮮 之後到黃大仙大城街街市 相信是交貨給酒樓 然後再到荃灣和長沙灣的酒樓交貨 交完貨,貨車會駕回張溫澳 將裝滿了海鮮的大膠桶 放上手推車上面 推到他的檔口做生意 當區的區議員說 那個無牌魚檔會留下發泡膠和垃圾 嚴重影響環境衛生 加上疫情之下 經常有大量人群聚集 亦有人沒有戴口罩 擔心會衍生貨易的問題 屯門青山灣海濱長廊一帶 亦出現疑似幾個無牌魚檔 發泡膠內裝滿水 有魚、有蟹、任君選擇 有議員說 無牌魚檔會影響附近的環境衛生 食環處應該秉公執法 同時要設立相應的措施 在經濟環境轉差的時候 提供市責或租金優惠 給這些人能夠合法販賣 食環處發言人說 對於張溫澳和屯門的非法魚檔 過去一年一共接獲了37宗投訴 已展開10次突擊行動 檢取和銷毀超過200公斤的海產 並拘捕3人